來我們看一下 力學基礎是從源自於物理學裡面 基礎科學裡面的物理學 所以在物理一定會談到力學 力學 光學 電學 大概這三大類 科學發展的根源裡面 什麼叫科學 科學的發展根源是說 發現自然界中的規律跟關聯 所以科學家裡面的人 他們都會找到一些規律跟一些關聯 如果你有科學家的精神 我的科目就會考得很好 因為找到老師的規律跟老師的關聯 你就會考得很好 這是做科學的精神 那研究的對象呢 當然你們研究的就是我 老師會出什麼題目 自然界中還沒有被解答的問題 那只要看老師要考什麼 就知道這個怎麼要找到解答 OK 我的考試open book 好不好 隨你翻 你能帶多少書就帶多少書來 你要買你就買 你要去買哪一本 我是比較推薦 R.C.HEAP那一本書 我在我那個參考書目裡面有寫 你看一下R.C.HEAP那一個 那個是現在 他已經是一個在 我是覺得他世界級的大師 在我們讀書的年代 他就開始出了第一本工程力學 那現在幾乎連結構學他都出了 而且書本出得越來越好 已經過了40年了 快40年了 OK 我當學生 我跟你們年紀差不多是40年前了 那所以這整個都不一樣 好 那你看科學研究的對象就是你找到沒有 就找到一個解答 那他的範圍包括生命科學 包括物質科學 我們大概就屬於這個物質科學 你了解我們這範疇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很有名叫阿基米德文 他也是一個天才 你看天才都會禿頭看到沒有 好 這個長得很帥 他因為上面沒有頭髮 所以就把下面多留一點頭髮 這叫缺憾 彌補他的缺憾 不過他很聰明 他最厲害的不是頭髮 所以就頭髮以下的東西 所以他怕人家不知道他頭腦很厲害 頭髮就趕快掉光 你看我頭腦很大 裡面很會想 他很厲害 阿基米德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數學物理 發明家 工程師天文學家 早期那種年代都是希臘時代 都是這種人 全才 好 那你了解就好了 好 那其實他們最終都是因為戰爭死亡 看到沒有 所以有時候 戰爭是殘酷的 好 那科學的語言來講 你看 科學用什麼語言 他用數學 科學家用數學來表達一些東西 從17世紀開始 非常明顯 那他這個講的東西可以從實驗得到證明 也可以得到反證 記得喔 證明還要反證 好 然後呢精通科學的重要工具 所以 數學不好的人 其實在力學上 注定就是被打 被打 好 那你就說 有人數學不好 不是真的不好 是自己以為數學不好 好 這個是跟 數學一般來講 在高三的時候 女同學的數學 尤其會慢慢的退下來 以往的數學 他是用被 所以到大範圍的時候 他就做不好 那在高三 變得非常明顯 空間概念越來越模糊 好 那男同學就比較厲害 你數學就在高三 才會萌發起來 物理化學也是 你在國中讀的物理 你要懂 你考得很好 我告訴你是用被的 物理學 你真的要懂 不到高二以上 你不容易懂 高二以上到高三 物理化學 所以化學很多女生都讀不好 你看高中組的 念高中的 化學大部分都不是很強 有沒有很強 有 所以如果是女同學的話 物理 數學化學很強 大部分都是念到什麼 跟男生比男生還強 所以有 所以 數學這東西是經過訓練 那有些東西不是天生的 因為你不要當阿基米的 那不需要這樣 我講這樣 語言跟文字 我們看一下 其實是觀念的想法 具體化而已 講出來 那我們當老師很重要的 就是語言跟文字的訓練 語言要能夠表達 文字能夠說明 所以一個好的老師 他能夠課堂講得好 他又能夠寫一些書 他能夠寫一些講義 那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你要把你的語言講出來 你才能夠做一個好的科學家 那物理問題 並不是數學問題 這個要特別注意 問題有時候 用數學不一定檢出來 懂嗎 這觀念大概懂就好 那科學的應用來講 科學處理的問題 科學能夠處理問題 應付什麼 科技應付實際的問題 所以科學跟科技其實有點差異 那什麼叫科學的方法 有組織 運用新知識 有秩序的方法 你後來會發覺我們的力學 都是很有秩序的 很呆板的 其實很好學 我覺得好簡單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只要細心一點 知道他的規則就好 那他會有定律啦 定理啦 理論 大部分來講 那個在我們力學來講 談都談理 不敢講到定律 定理啦 定律大概就是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這個位階最高 再來就是principle 就是定理 這是law 這theory 這是理論 那你看定律就是某種關係的假說 注意是假說 然後呢 定理是基本通用的定律 可以推倒其他定律 定理論是完善的實驗證明的 所以一般能夠寫到理論呢 就已經叫科學家在現在 給各位了解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東西 哦 懂什麼就好 好 那 這又是另外一個很厲害的一個科學家 亞里斯多德 好 看一看他們的雕像 這個有時候 這個都算帥 我跟你講 這個你看鼻子挺 五官很那個 我就看到他們雕像 我就好羨慕他們 可以留這麼多鬍子 又不會有味道 誰說你知道他有沒有味道 好 鬍子留多體毛會有味道 還要注重身體的清潔 那你看希臘穿這樣大部分都是貴族 貴族平民奴隸 所以他們這些都他們這不是王 但是他們其實在社會的地位很高 那現在當老師的社會地位 算了 好 來 我是覺得每況愈下 好 亞里斯多德重力 重力學理論認為 他說 所有的物體都向其自然位置移動 自然位置 所以呢 那時候就會說 地心 我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位體為什麼往哪裡抓 往地心抓 他們會落下 這最終這個理論是到 牛頓的萬有引力才被確認 好 所以你看他們位置是天體 天球 所以呢 像氣體啊 蒸氣 從地心溢出 向天上天空 月亮擴散 現在講起來會覺得很好玩 不可能向月亮擴散 但是 他們當時的理論就是以地心為主 所以希臘時代的科學家 都是以地球為主 全宇宙都是以地球為中心 了解 好 你們說到不對 好 好 亞里斯多德的運動學說 你們有自然運動 直線運動 向下運動 暴力運動 推拉作用 那物體最適宜的狀況就是 靜止不動 這最適合學生 冬天上課最適宜的動作就是 靜止不動 最好帶棉被來 朝著自然靜止而運動 都在睡覺 好 來 物體只要處於自然的靜止位置 沒有時候推拉作用這樣 絕對不會動 學生只要老師那個話 一直講 不要去關注他的時候 他就睡著了 很自然 而且睡得很安穩 OK 好 上課休息 OK 來 這又是另外一個很慘的 叫哥白尼 OK 好 那哥白尼發了天體運動論 他是現代天文學家的起點 好 好 那我們先 時間也差不多 我有電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休息十分鐘 OK